大家好,我是Pike 今天跟大家做这一个咖喱乌冬面 先来准备一下材料 我们这边有切好的红萝卜丝 洋葱丝 切片的冬菇 还有青葱段 我还准备了一些高丽菜 切块的鸡腿肉 用盐和黑胡椒调一调味 热锅下少许的油 把鸡腿肉煎到表面金黄焦脆 把葱白和其他配料加入炒香 青色的部分我们留着等一下用 翻炒再翻炒 下高丽菜 加入咖喱粉炒匀 不要加太多不然会苦 倒入清水 如果有高汤的话更好 一点酱油 清酒 味醂 还有一点点的糖 把它煮匀 加入乌冬面 盖上盖子 闷一闷 开盖翻一翻面 再闷一闷 面软了才把它弄散 不然面很容易就断掉 一点盐和黑胡椒 青葱放进去 可以自己先试一试味道 炒到收汁就可以起锅了 放在一个美美的盘子上 加一点柴鱼丝可以增添风味 咖喱乌冬面 记得去like follow 还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channel 不過 还有 没有 有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